你们不是经常私信问我们 跟Tracy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吗 今天双眼皮第8天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好像还可以哦 现在我在办公室 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团队每周三的会议 打扮一下见团队 其实已经见过了 他们就坐在外面 试试几只我的新的口红 是一个这个 The Healthy Lip Velvet Finish 这个哑光的 Physicians Formula的唇用 OK我也只能这样了 因为眼睛还是 不好看的 今天星期三我们在Tracy的办公室 等一下我们要开会 看我们有一些护肤品 还有一些配饰要讨论 我们现在差不多准备好了 我去喊Tracy开会 脆脆开会 开会吧 我原来皮给你一抹一样 所以你是绝对可以婚姻妇床 特别好 走走走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行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翠队开始我回来以后 我们每周都会有周三的例会 我们例会上主要讲一讲 我们这个消耗的情况过去一周 然后让每个我们翠队的美女 都说出来 她们比较喜欢的产品 因为所有的产品 我都要求她们一直试用 卖之前试用 决定卖了试用 卖了以后继续试用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定是一段时间之后才有感知 所以让她们谈谈自己的想法 另外她们有什么新品的推荐 还有每周互服心得 是这么一个流程 OK OK 开始了 又是我们例行的 Wednesday的这个会议 现在 Family shoes off Be comfortable 看我的心 OK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先评价一下大家今天的outfit Lucy最粉 但是挺身材 我也喜欢小罗的裙子 其他在装裤失败 Lucy竟然就是 大家放心 没有身材 没有提问这个挺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皮安拉的fashion 因为我想起来 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 看的一部 有电影叫Clueless 中文叫鲁领风骚 是熬的是silver手脸的 我推荐大家去看 Anyways OK 现在我们先讲一讲 过去一周销售的情况 我们720这次上新 还是卖的不错的 产品大家也试用的很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去试用 继续去发掘她的心得 还要说长期使用感受 短期使用感受 这个都要用 那这周先从Lucy开始吧 讲一讲就是用了什么产品心得 我现在特别喜欢Clueless粉底液 我也喜欢 因为我化妆是在我们家车里 我是每天上车以后 坐哪儿打开消息之后 我开始听上广播就开始化妆 这个做车怎么办 我做车化妆特别好 你开车化妆 对不对我不开车 没问题 就是你老公开车 对我老公 他不坐车了 我还在一边开车一边化妆 不走可能 在美国吧 在美国 好多女孩都这样 在中国 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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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两笔眼影 然后我是有一套化妆品 固定的就放在我们家 那个车的抽屉里面 那会不会melt 我最爱用的东西才会一直放在那儿 就是我每天不会去换的 然后其中就是这个 你说特别有意思的是 Lucy是大抿干皮 我是油皮 但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我就觉得它越来越美丽 这个对我 特别好 它那种很轻薄 I'm wearing it now 我用的这个轻薄感 遮瑕度 舒适度 还有持妆度来讲 就我对粉底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绝对是应该上千销售 而且它是耐受感 就是什么人都能用 就是敏感 因为它clean beauty 孕妇 纯净的化妆 它没有味道 这个味道非常好 知道这个月 你觉得它好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 Api Vita的这个 这个放在清净 然后我没有带回来 罐太大了 太重了 它可以有那个200毫升 我是自己买了200毫升的 我已经空瓶了 我自己又从咱们店里 买了300毫升的 我用它感觉非常好 但是闻到的时候没带 对 其实我后来是因为 特别喜欢它这个味道 其实有点偏中性一点的 但是闻完以后特别干净 就是so clean 特别干净的那种感觉 你在那儿呢 cone的这个眼霜 是我觉得 是我今年遇到过最惊喜的 你们想我干皮眼下 经常有时候 我天天熬夜嘛 Lucy知道 我熬夜的习惯也养成了 但是我说 我说干皮眼下 就有那个干纹 很多眼霜 我用完以后 就是早上 干纹还是在的 它没有感觉 就是很饱满 很水润 但这个 如果有一天 用完以后 早上那个干纹 真的是完全找不到 这个确实 这个我自己空瓶两罐 他们一点我觉得 它有点贵 因为1200一个眼霜 确实贵 后来我就跟阿比 就跟他那个投资人 就聊了一下 就说为什么这个这么贵 他说这个里面的 那个sericin 就是塑胶蛋白的含量 是最高的 活性的塑胶蛋白 所以是抗老 其实是最有效的 但是这个不能代替手术 但是就是在所有的保养的里面 确实也是 现在还抢不到 抢不到又卖完了 但是跟他们说 如果行的话 赶快再飞过来点 然后这个是 其实是在续用的新品 然后这你给我 我也有 对 因为我其实在 护肤上 特别追求极致的 它是成分的 但是它的皮肤真的很好 我刷了算 也是从最低浓度的刷起 压根不在了 它不温和 只要它有效 那它就是 就是嘴巴 这个我用了 我真的白了 就是我用了 ASUSHA那个也白了 但是经过了很长时间 SUSHA我试用它 我跟SASUSHA去年就认识了 我用了SUSHA空瓶河的氧汁 它的VC之后 我才觉得我脸体调 但是这个我用了 你给我 没有一个月了 有两三个礼拜 我就觉得我白了一个好 很恐怖 当时晚上说 天啊 你就给我的 不 安全吧 我不敢用维C 我很怕 就是维C用完 是一定要涂黄晒的对吗 你用没有维C 都要涂黄晒 这是什么 我看什么 Question and that 就像用A唇一样 你还是要加强防晒 那反正这种加速 皮肤新陈代谢的东西 如果你不防晒的话 实际上你就会 阳光下更Expose 这个所以是很OK的 你如果是敏感肌的话 你就不要用 你这种 原型VC 原型VC 你就用啊 苏绅的那个 非常合和 你长时间用也真正的有效 它那款跟Sulico 我跟你说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 但是Sulico价格 三分之一万有 太贵了 四分之一 它们其实都是原型VC 其实原型VC的味道 是非常难闻的 但是它们的区别 这个原型VC 就是味道 在原型VC 还是比较好闻的 而且它会更好吸收 其实原型VC 和VC演生物的区别 就在于 原型VC 是这种护肤猛药 演生物 就是非常的温和 像素权一样 适合每一个新手 都可以去刷的VC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 到了一个很高的 浓度的原型 你现在短时间 最近用短时间了 它其实这一小瓶 非常难用的 每次只要用几滴就够了 你按压上脸 但是我现在对这个 我有一个可信 我的担心是 如果还上价的话 会有你这种人买了 然后会 会耐受 我觉得耐不耐受 其实是需要自己 建立一个常识的 和自己建立一个过程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顾客 它都有这个 awareness 我们确实遇到过 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比如说A纯这种东西吧 用了之后爆皮发红 其实出品很正常 是蛮正常的一个 但是有的人 皮下辣辣皮掉的 这样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买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要做好这个 跟说明 其他我还要 最特别喜欢 是TumboSpa 这个清洁的尼姆 自己买了4段 现在还有一个同货 这是咱们刚上的这个月 对 但是我从去年就自己买了 它是最适合 豆豆鸡的清洁面膜 它里面是有茶树精油 还有迷迭香 都是可以给豆豆消炎镇静的 我之前那个熬夜上学长豆 基本上我就去敷这个 确实挺好 我跟它的呼呼吁吁不太一样 就是我用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喜欢 但是我现在做清洁面膜的次数 越来越少了 因为年龄大了 不需要这么强效清洁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款非常好的 豆豆鸡 然后就是相对年轻皮肤的 深度清洁的面膜 而且价格还挺好的 200多是吧 对 不到300 我觉得我跟你说 因为我是一个 对所有清洁面膜都say no的人 你大米干皮 大米从来没有任何一款清洁面膜 可以用 就是这个我目前最喜欢的 像这个正好 把脸大变 但是没变得好 就是那个金楼的味道 我最近用了这个 Tandospa的这个 果酸泡泡面膜 对我中套 对太重套了 它上下之前就疯狂了 这个酸的味道特别好 真的好味道 因为我也刷过体育酸 皮肤不太好 大油亭可能在涨动 但是第一次弯这个 我就觉得 一定要买 它副到脸呢 那个泡泡就慢慢的起来了 跳跳跳 就像泡泡 其实我是第一个用这个的人 你能用 你能用这个刷酸 就说明它对 但是我用轻微刺痛 可能因为我比较干 但是我完全可以承受 没有任何泛红 你用了几次了吗 用了两三次吧 你手上那是 Dish Dish Niva 对 Dish Niva Dish Niva 不是我没贴 因为我们今天拍了一个 Dish Niva的视频 是吗 我们就我没贴 然后我们俩要打这个 我们俩要打这个 真好看的 我觉得你这特别好看 太大 它是手膜 它手真漂亮 它是手膜 然后就其他的 虽然要刷大概 二分钟再半个小时 但是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特别短 就可以马上洗掉 皮肤有边光滑 这一半特别好 我自己也喜欢 刷完了之后 眼见的那种 就是真的光滑 亮度什么都有 如果有痘痘的话 它可能去脚趾少一点 也会帮痘痘 还有这个 这个 你跟我秃头女孩 秃头女孩吸染它 已经快空瓶了 我自己补不了的 我也有 我也不空瓶了 但是这个就夏天特别适合用 特别清爽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 防脱洗发水是一定要用的 但是你说 小罗用它几个月能变成范冰冰吗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说 小罗用它几个月 比平时掉的头发只要能少一点 我觉得它就有效率 就会让你更顾发效率 就是更老一点 有防护功效的 用了就比 不用 掉头发会一天 那比一天少一些 主要是为了减少头发 而不是说 然后 就能再生 OK 那这个 还有就是大家说一下 这周的护肤心得 吧 先进口 因为我是那个 就是我虽然干 但是我到了夏天其实是晚上很出油的 所以其实我满想知道你们夏天是怎么护肤的 你们皮肤都会比我油 那你们晚上到了夏天还涂好几层吗 我会 我也会 我每天都护肤 因为是这样的 我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 皮肤是水油平衡啊 如果你不涂东西的话 你会出油更多啊 因为你缺水啊 缺水它会就overcompensate 其实皮肤你是一直要找一个皮肤 那你主要是吧 那你只跟我说 我觉得有很多女孩 我觉得你们是一类 你们是一类 就是对自己非常非常的精进的那一类 就不要了 你比我们都能花钱好吗 你是这样 刚才你说 我觉得这个不错 然后那天说 买了怎么样 我说你买了 他们买了 然后那天说 我看你一个这个 我说这个 估计不行 然后我说这是谁的 你说我买了 你又买了 你是那个就是 最能花钱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一类女孩 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花完钱买的时候 就是 就是那个 我是就是 一阵一阵的 我有一阵会特别的 每天涂好一层 我一阵就什么都不想弄 然后我每天看着自己这个下肢的脸 我就在想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涂不涂 OK 他没有护肤心能 他说问题 说可不可以不涂 答案是那种 你还完全说没有 我最近其实一直都是早C版A 我一直在坚持用这个routine 所以效果肉眼可惜 对啊 所以平了50岁的时候还是这种脸 对 我的梦想就是 邱淑珍 你说是邱淑珍 我的梦想就是 等我到我妈的年纪 我还长现在这个样 没错 你就是确实可以的 最简单的 那个入门级的早C版A的产品 就是有素穿 我给你打好 对 超级光红 而且对于谁都可以用 OK 那小波 精简的护肤 然后一起刷酸 因为我 已经太油了嘛 因为晚上很油 然后又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 明知刚烈 然后就晚上少涂一点 然后刷酸之后 一定要涂水面 好 OK 那这个差不多了 咱们再说说视频的事吧 那个你们拿来 太激动了 你赶紧看一看 等你好久了 好好看 这个视频等了你一个多星期了 好好看 哇 这个这么好看 这个像精灵之眼一样 好看吧 这是choker 还有这一条 你那个朋友这个袋 肯定特别好看 这个很适合我 我戴上这个 我一下就看中这个了 这个太好看了吧 对 我超级大眼睛 现在应用 我的脖子比较细 好看 好看吗 哇 超好看 这一封点显白 你自己照着 我觉得这种蓝的东西 真的真的很显白 这个紫色 超级大眼睛裙子 很配我这个 看起来现在很假的双眼睛 它太适合穿你这种 就是抹胸的衣服 如果穿牛仔衣也OK 你穿礼服也OK 它有点像Diana 那个Princess Diana 有一个特别经典的 I know 又有甜又酷的感觉 真好看 你看它这个价格也不错 是吗 可以吗 这个可以 你脖子一点纹都没有 又细又长 太适合戴这种项链了 我可以自己摘下来 这切子有点大 对 切子有点大 一套也挺好看 试试这个 这个好看 这个我很喜欢 你看它C型 它像不像一个就是 精灵之眼的 这系列也就是 它那个系列的好听 它叫什么 海妖系列的这个 精灵海妖眼 真好看哦 我其实他有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像钟摆一样的感觉 哦 好好看啊 这就是单肢的这种是吧 这种其实就夸张一点 就适合单肢的 对 没错 而且现在单肢的真的很popular 这还有这个鸽子的 这种也是单肢的吗 是单肢的 这个那个都是单肢 好好看 Peace and love 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 超喜欢 这真好看 我觉得这如果穿白裙的话 相当女神 这可以通勤戴 对 而且它是可以有两种长度调节的 好看好看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品牌的概念 做的很有力量的感觉 它的品牌就是这种有力量的女性 太懂了 你看它是feminine yet powerful 对吧 是吧 feminine yet powerful 我以前特别喜欢迭代 你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视频里带我这些视频 就大家就问你这个项链是什么 我心想我那是三张项链带一块 对 挺好看 太好看了 对啊 这个就是单吃 这也就很流行这种异形的八股链 其实这个如果带一对很好看 这一对也好看 这是不对称的两只 它是一个系列的 超好看 跟它带这种小蓝的包式 我是特别喜欢戴耳环 那个短项链的人 其实戴短项链有时候会显成脖子更长 而且戴耳环会显成脸小 我觉得这两种东西 大家都需要脸小脖子上 好看 好看啊 它这个耳环请的那个模特 是一个法国的舞蹈艺术家 哦就是脖子很长的那个 它的那种气质 对我们这还有一组 就最好看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都可以直接上 我觉得 对这一组就很通勤 平时上班 然后那个上学 戴什么都可以啦 上个厅堂下个厨房的 对 ok 那差不多了吧 行 手势是ok的 你们就去那个继续弄吧 好不好 然后下周 呼呼心得 要关注一下 就是最近天气变化的问题 因为我们逐渐从7月 走到8月了 每天天气变化 还有各个天气变化当中的 呼呼心得 希望大家想一下 行 另外下周 店里现在已有的产品 继续试用 因为你们不是每一样都用了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继续试用 然后继续找出你们 这周比较喜欢的东西 跟我讲为什么喜欢 如果你试到不喜欢的 也说出来 就是为什么不喜欢 所以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人都喜欢 这个是impossible 对吧 总结出来不喜欢 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也会想到 就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去 ok 那就这样吧 好 family shoes on 这些东西 但是呢 最大的缺点也因此而生 就是太费衣服和钱包了 就是老婆又看视频 会被她种草 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就会在店里疯狂下单 所以每个月的工资 最后又都回流到催美店了 这就是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吧 心痛 我跟Tracy在一起工作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在一起工作 就是实在是太活跃 太愉快了 每天就经常是会忘记 我们是在上班 而且你知道我们大中午 就会拉着我们出去一起吃顿火锅 但是跟她在一起 我比较痛苦的时候 就是她不允许我吃甜品 因为她抗糖 她也不喝饮料 她也不吃粗粮 她也不吃细粮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不能吃我心爱的甜品 其他时候都挺快乐的 跟Tracy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 觉得她反差特别大 平时就带来咧咧的 但是到工作上面就是 特别挑剔 特别自喜 处女座太可怕了 这是我 我是Tracy